这北京变化也太大了 这这么多楼 这还带锅里的还点 三儿 你说上回元月过满月 我来没这么多楼啊 是啊 那元月现在都十岁了 能不变化吗 我接个电话 哥 哥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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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再留你一半过了 我这不回来了吗 大哥刚到 还真心忙活的 晚上我去 什么我故意逃避呀 行 那个等我回去再跟你说 行不行 回去再说吧 喂 大哥 你快看 那那那 那边 那片楼 二哥做的 口碑可好了 全家二哥的 进去那个 二啊 你们赶紧把那个资料送过去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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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吧 啊 还是放到明天吧 啊 那就这样 大哥 对不起啊 几个电话 太忙了 忙 忙 四啊 落地紧开手机 跟我转样词了这哥们 呵呵呵 哎 大哥 你刚才跟我说话 啊 没事 你忙 我打一电话啊 哎 哎 我刚到 我知道 哎 现在那外景地 真不论 这是这样 呃 今儿够伤 下一回 启动银行行长 高总 哎 大哥 他们呀 这就是所谓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拜拜 太忙了 我接个电话 大哥 喂 你是不是觉得你月才 又跌了 你 你 怎么又跌了呢 那几股呢 我平时 我平时对你 喂 哎呦 行了 行了 哎 你说什么 我这正看着呢 我 我 我大哥来北京了 我这妹妹闲着嘛 在车上一直用手机查着呢 这 检查现在来不及了 我这真是真 我告诉你啊 哎 不会啊 这公司我一直宽住着呢 这公司业绩不错 哎呀 这个大北京 热闹 这家里 来 哥 别说 哎呀 这家啊 哎呀 这 这全都热闹别家了 啊 这楼上楼下 住几口人呐 啊 就家里这几口人 哦 你 姵妹 大侄 哦 哎呀 这 太酷了 谁来的 谁呀 这侄儿媳婚啊 谁 这侄儿媳婚啊 姵妹 来 迷运 我介绍一下 好 好 迷运 这是我大哥的女儿 大哥 欢迎你 欢迎你 姵妹 我 不认为 这大哥有点紧张啊 我 看着地位这干头儿 有点走神儿 大哥 哎 谁约什么特儿 这 举头望明月 低头死故乡 好 大哥 进屋落吧 哎 那行 大哥 我那行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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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油 我 来 回到了 我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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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姐 我爱 来 来 我家 来 来 大家都累了吧 喝点什么 我喝咖啡 今早起太早了 正好啊 我刚弄了点正宗的维利玛娜 你尝尝 老三 你喝点什么 我就来杯茶吧 喝茶好 家里有上好的碧螺春 那咱们家大明星呢 我 来杯啤酒 没问题 大哥 喝点什么 那就来碗姜子 姜子 就是豆浆 家里有吗 那个豆浆没有 但是冰箱里有点豆奶 行吗 豆制品就行 好 往上来啊 来 二啊 家里有点豆制品 好啊 明月啊 你那个 给那个凯瑞老板打个电话 订一个最大的包间 晚上我给大哥接个风 那个 咱们在座的啊 有一个算一个 老婆孩子一个不能缺席 今天晚上咱们来一个 老父家的北京的 合家欢聚 怎么样 好 好 我 我去扶他吧 那个 这还有点 你看这工艺品多好 这是做得跟真一样 回来了 脱鞋 脱鞋 冬天节了吗 在屋里玩呢 好 姑娘 外套脱了 飞机上那味多臭啊 快洗洗换身衣服 跟我回家 爸呀 今天约了李司长 可是专门替你约的 你这么着急干嘛呀 这是为了你的前途 你怎么还弄得像挺意外似的呀 那个 二哥不是把大哥接北京来了吗 接就接呗 你二哥财大气粗的 别说接一大哥了 就是把全顺程的人都接了呀 你吃不慌呢 这也是我和老四小五的意思 再说了 二哥已经订好了凯瑞酒店 今天晚上给大哥接风 让你和圆圆都去呢 我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带你回家什么意思 你跟他们说一声 既然有事 不去不就得了 这 这不是大团圆吗 大团圆 现在到什么时候了 你那些精神对手都在活动了 我爸好不容易约了李司长 你自己颠量办吧 小楠 你说大哥好不容易来趟北京 再说了 咱们一家人 多长时间没在一块儿聚了 大哥 说特别想圆圆 你说咱要不去不太好吧 你大哥也不是今天来明天就走 咱们改天再回请他呗 圆圆 赶紧换衣服跟爸去姥姥家 小楠 你放在这边行吗 妈 你那行吗 就穿着衣服吧 再换条白裙子 去吧 小楠 要不这样 那个咱们先去饭店 完再去妈那儿 正好顺路 就衣服